投資長今天台股又跌了75點了 感覺氣氛有點冷 外資都放下去了嗎 會這樣子嗎 為什麼呢 等一下跟你講 好 然後你的股票給我們很多溫暖 翔志源 大盤跌了兩天 他今天收了兩根紅K 這一根紅K我告訴你意義是不同的 還有連發科 今天有人拉 這個股價逆勢收紅 我們的萬潤也翻紅了 想問一下投資長 明天是台紫棋結算 周三就是好買點嗎 我今天告訴你一個秘密 今天外資在幹大事 做一件壞的事情 可是做一些壞的事情 明修站到暗渡成長 暗渡什麼成長 你從台積電的走勢 甚至歷年來1月台積電的走勢 這一次空單 創17個月的新高 上一次空單這麼多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聽我娓娓道來 這個台穀的歷史故事 以及近期的故事 你就知道 幹完壞事以後 就要幹好事了 好事就會發生了 大家好 我是一會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今天是12月19號 台股下跌75點 收在17576點 連準會不斷的派出官員出面喊話 要試圖打壓 降息預期的影響 但是美股仍然不斷在挑戰高點 像是道琼已經連續四個交易日 創下收盤新高了 而NASDAQ也是連八天上漲 標普500指數更是逼近歷史新高 而台股方面呢 在上周五創高之後啊 已經回檔兩天囉 今天是航運股繼續撐盤 那電子股還有戲嗎 後續盤是怎麼看呢 我們要交給經濟日報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 常常爆滿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哲榮投資長 郭哲榮投資長好 一位各位的朋友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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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台股又跌了75點了 哇 早盤在看的時候啊 還感覺說 哎呀 這個跌法會不會很恐怖 看起來外資好像是不是都放假去了 今天焦頭氣氛 就跟天氣一樣都熱不起來 外資有放假嗎 外資今天用一句話來說 明秋戰道 暗渡成餐 你不知道這什麼意思沒關係我告訴你 外資今天計謀著一件大壞事 大壞事 壞事搞定後可能就好多了 等下跟他講 今天節目很精彩 一句說 好 不過今天這個雖然焦頭氣氛冷喔 但是呢 你有些股票啊 還是給了我們一些溫暖跟希望喔 像是智元今天大盤跌了兩天 但是他已經穩穩收了兩根紅K喔 所以下一波這個大盤攻勢要再起的時候 他會是指標股嗎 另外呢 還有聯發科 感覺有人在拉耶 這個股價是逆勢翻紅還收紅K喔 只差6塊錢又要破千元了 我們的會員呢已經大賺超過50%了 接下來要賺更多了嗎 還有萬潤今天也是逆勢翻紅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投資長喔 我們明天就是台紙期的結算囉 台股會見轉折嗎 他會怎麼轉呢 那明天是最後買點 我之前有說過啦 結算見轉折 大家有沒有學過啊 有 結算見轉折 那既然是結算見轉折 其實這個大事 是不是要幹 結算見轉折這壞事 是 因為在應該說 借 做這壞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講這個字我就覺得不順 做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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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壞事 這件事是什麽壞事 就是我直接破題法好了 好 有沒有可能明天壓低結算 是有可能的 我今天直接破題好不好 來我來跟大家講 好 昨天其實空單還要一萬 昨天就一萬兩千口了 對 那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夜盤 我睡覺前都會看個夜盤 你懂不懂 那看完夜盤以後對不對 就會 就可能就是上個廁所 然後就睡著了 那昨天我是半夢半醒之間 然後覺得奇怪 為什麼 如果你昨天有看夜盤就知道 昨天夜盤 在12點1點之前 其實 納斯達克上漲 可是台灣股市 卻是什麽樣 下跌下挫的 所以其實有一股力道 告訴你什麽 台灣股市很弱 很弱勢 就是我再請那個 助理啊 思瑤助理他昨天有1分K 除了1分K以後還告訴他 幫我畫一條線 昨天 那個收盤 那個開盤價的價格 大部分就是一個在水平之下 一個在水平之上 再一個一個是漲的 一個是跌的 到時候畫那條線就非常之清楚 我請助理來畫那條線 好 畫那條線你就知道說 其實昨天夜盤就有人暗示你 今天台紫棋就是要殺低 今天的台股就是要殺低 他是用暗示的 其實有些人 坐外資的時候把他很明顯 其實台灣股市還是有一股力道 再怎麽樣 支撐著或者有時候毀滅著 或有時候壓低結算 你要了解大股在想什麽 從中 不是要跟他對抗 從中吃他豆腐 譬如說像這一波 對不對 這聽起來就是 長榮 要拉起來 對 其實這種就是一波到 中食戶大戶知道你不甩他 他一不甩你他就硬要拉 那這種中食戶呢 這種中食戶當然是幾十億的中食戶 你說幾十億 也有很多像凱基 凱基松山哥 對不對 其實身價都幾十億上百億的 是不是其實這個很正常 這幾年還是有出了一些 還是出了一些少年股神 所以這很正常 硬要拉起來 然後而且 其實有時候你幾億的金額 就可以幾十億的成交量了 他就是一波到底 這一波很緊我認為就是一波到底 等到你要進場的時候呢 不好意思 賺完他該賺的 他就先走了 因為其實鴻海這個利多 他繞過 他不從鴻海走 對 繞過 非洲南部的好萬角 再繞一圈 對不對 這當然繞很遠 運費那會增加 可是運費增加過程中 你去覺得 我這樣講的 拜登現在民調全面輸 全面輸什麼 川普 全面輸川普啦 對 那全面輸川普 川普這個人是瘋子你知道嗎 那 我不會扯遠了 就扯遠了 要講政治 沒關係 川普是瘋子 他之前說股市擅長 怎麼樣 那都是他的功勞 像股市創新高 拜登笑他 他說 你都是讓股市擅長而已啊 貧富差距大啊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對 可是拜登實在太無能了 可是再怎麼無能 我罵他反正聽不懂中文 再怎麼無能 也是知道民調現在落後 是因為通紅 你說常常在這樣下去 你覺得他會不會去 會不會派美國軍隊 甚至紅海清爭 去過那邊 去那邊地中海那邊附近的紅海 那邊去 把那些海盜 派 叛軍 把那些海盜跟叛軍 處理一下 當然是有可能啦 所以這個利多 我覺得隨時都沒有 因為在這樣 長下去 通膨一定不利於通膨 好不好 如果印象我沒記錯的話 我應該已經出掉了 我要問一下 就算沒有出掉也是 一陣子的事情 我很助理一下 來 等一下我問他 就是貨櫃三雄基本上我已經沒有 大部分都已經沒有了 就算有的人不多 不會像是之前 譬如說從100塊長到200塊長到300塊長到300塊長到 400塊的資源愛佛一樣 那就是基本上大街小巷每個我的會員他基本上 只要那個時期有的他都有 我要講實在話 那我也不會因為我現在手邊有或沒有殘隆 我就是 特別看好他看壞他 我就講事實 我郭總能講事實 就像一樣 來我講事實 誰能像我這樣繡對戰單 同時講清楚情況 我繡對戰單跟別人繡對戰單不一樣 我們要去批評誰 可是我繡對戰單是怎麼樣 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跟車一起賺錢的 對 我有沒有拜託你們賺錢 有 我們在公司的甚至內部會議還拜託同仁 有 我是拜託公司做同仁 所以基本上跟著我 我不是模糊 我只是講一句話 我基本上跟著我的人 通通賺大錢 只要你願意相信我郭總 我官司一個美債13% 美債13% 如果我用融資是20幾% 是30% 已經30%了 現在2.5倍30%以上 所以 同時沒有 你要是我這樣的分析師 為什麼 每個人習慣不同 可是 我如果要賺我最大的利益 我用融資甚至買正額 我現在已經賺到的話 已經賺了5000萬了 對 你全台灣唯一公開人站著付出5000萬 我成本不是4928萬 而是5000萬 因為 他把鼓勵給扣掉了 對 第一個公開 而且唯一敢公開 而且事前要事前 我認為這實際上一定有人賺錢像我這麼厲害的 可是敢事前公告的 只有同志長 這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是可以讓你賺錢 而且因為事前公開 你才能知道這不能造假 不然我到時候我 我都 秀我賺錢的 事後公開秀我賺錢有什麼意義 同學你聽得懂嗎 太容易多太多造假 我希望歡迎每一個人像我一樣 錄個對戰單影片 秀個券三帳號 事前公開 不要事後 事後怎麼知道 那你都只秀賺錢 那你會有賺錢 你只要交一個100筆 你有賺錢的啊 是啊 你聽得懂我意思吧 這太多可以容易造假空間 我希望每個人都像我一樣 買的第一天 就告訴你 對 身為公眾人物我覺得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如果大家這樣做就劣幣 就不會劣幣取除良幣了 剩下來活著的分析師 其實大家都很優秀 這樣很好 我希望每個人像我這樣 全無古人 後無來者 再過一年 再過兩年 再過十年 我認為都不會有人 買了第一天 像我這樣 我告訴你我買了 對啊 我告訴你你券商賬號了 因為你就 你就會查我券商進出 就知道這個是真的假的 所以只有我這樣做 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告訴你 還叫我們去櫃買中心查 而且國泰 而且買美債有差別 跟買別的產品有差別 對 去櫃買中心查 買美債是可以解定存的 對不對 對啊 因為是 台灣銀行會倒 還是美國政府會倒 台灣銀行 如果硬要倒的話 一定是台灣的銀行比較容易倒 美國政府不會倒 這是事實 沒有人會否定我的話 所以我叫你去現金 去解定存 去解活存 去解 去解那些 受賢那個什麼保單存息 保單啊 我的阿姨就解保單 你叫阿姨就解保單嗎 對啊 宿舍很賺 有他也謝謝投資長 真的還假的 嗯 阿姨啊 我也愛你喔 謝謝 我特別有展備員 這是跟大家講 對 解保單賺很多啊 而且解保單 你本來 解保單是你保本賺4% 按你厲害的話 賺10幾%啊是不是 對啊 我哪邊害到你們了 是啊 是不是啊你們那些銀行 啊呦 我放錢在銀行裡面 你去想想看 你放錢在銀行 因為那些銀行家謝謝你 他真的會謝謝你嗎 既然這年這個你在做銀行 該做的事情 你在做銀行家該做的事情 你不覺得很棒嗎 現在這社會就是你不理財 財不理你 你看像賺600多萬 640萬 已經達到我三分 大概三分之二的這個成就了 三分之二理成倍了 所以你要不要追隨便 我已經說過 反正我基本上應該1000萬 我左右我就要走了 因為我要急著什麼 我要急著捐錢 是 我年間賺多少錢我就告訴你 但是不代表一定1000萬 有可能八九百不一定 我希望賺1000萬 反正我想要賺個 捐個200萬出去 嗯 我今年已經捐一次200萬了 有喔 我看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機會 這年底再捐一次 有機會喔 在我一年就捐 五六百萬 六七百萬 喔不要 不好意思 那你知道我捐太多 這個好的風氣 大家來幫忙 而且我連捐錢我都告訴你 我怎麼捐的 我還秀出來 要這樣子 沒有問題是 秀這張單不是事後賺錢來秀 沒有意思 真的你相信我沒有意思 這太多容易造假空間 我所謂造假空間是 賠錢他一定不會秀 或者是秀部分賠錢 我要講事實 我希望 改正風氣 我以為要特別去批評別人 好不好 好 我要告訴你我承受壓力跟人家不一樣 好不好 好 那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粉絲 長榮這樣 一路買投信一路買 很誇張喔 對 可是在這邊而言我還是覺得他是一架到底 那你有沒有買 你有沒有想買 你自己想看看 來 雖然目前我一直沒有長榮持股 因為我跟會員都告訴我 所以我就講實在話 一樣 分析師要先求實在 才有績效 你聽懂嗎 或者是網紅 你都是一樣 先求實在 再講績效 如果不實在講績效 那是沒有用的 我們沒有長榮的股票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有些股票拉尾盤 對 世界性拉 這時候怎麼看 世界性今天怎麼看起來 看起來是不是破這個頸線了 是破這個頸線了 可是我給你講個事實 你看現在是 6531的愛撫對不對 對 今天還沒有破頸線嘛對不對 這邊是個頸線位置區 沒有嘛對不對 可是你看前陣子這邊 你嚴格看起來這時候是不是在破底 有一點 那為什麼還會再上去 為什麼 雖然底部遠跌很高 雖然你也可以說 這是因為這張機器人都私有話講 可是最主要什麼 他其實離底部也不遠 他們長很多 沒有 那你看清楚喔 這邊更明顯 對 我請問你這邊是不是看起來長上去以後 直接 殺上去的 對 好 看起來要再破底 看起來要再打這個底部 對 也沒有破底 那為什麼直接後衛再上去呢 越墊越高呢 嗯 因為他沒有長很多 所以他回到期長點 相對安全 好 好 5347的世間先進 嗯 請問你 他有沒有長很多 看一下 你不要覺得這邊長很多 那你看這邊感覺長很多對不對 對 我拉遠一點點 請問你 哦 有長很多嗎 沒有 所以他其實離底部並不多 他離底部並不多 而且你看看他這邊長很多 其實他長差不多 14%而已 15%而已 你聽懂嗎 爸奇怪 他15、16、17% 所以 世間先進拉回的過程中 你可以進展 為什麼 因為不會是 6488的矽晶圓 嗯 有沒有 環球晶在創性高 對 3532的台勝科在創性高 5483 中美金的創性高 結果 怎麼樣 世界先進要破 一個上下游產業不可能 你記得一件事嗎 好 所以邏輯很重要 邏輯很重要你聽懂嗎 懂 所以我要告訴你邏輯 那我也跟你講了 那請助理來做這件事情 你看 今天外資還買超 1.6億 是 好 你想一件事 今天外資是買超 對 可是期貨的空單是增加 3847口 來到了17個月的新低 我很誇張 上一次期指空單是前年的6月30號 大概18000多口 對 今年最多的空單大概15000口 和隨即就是一個買點 15000口的日期你給我一下 來 他沒寫 15000口 10月31號 剛好 剛好 你看我邏輯完全對 10月31號是怎麼知道 是低點嗎 就最低點 對啊 做啥 15975 合唱你說第四季的最低點 沒有是今年最低點 是今年最低點 第四季最低點 也是下半年最低點 對對對 我那時候 那時候重播也講錯了 是第四季最低點 可是我要 我要跟你強調一件事 10月30號是第四季最低點 也是最好的買點 因為接下來漲了1700多點 沒有錯吧 對啊 漲這一波 這10月30號嘛對不對 對 他講的是這一天 然後結果接下來漲1700多點 這一天的空單是多少 15000多嗎 15000口 現在空單呢 16000 275口空單 喔 所以這邊 15000口空單你錯過了 對 這邊16000 275口空單 是否是一個買點 很可能 那搭配我講台積電的圓圓效應 請助理如果圖做一下 你發現我們助理動作都很迅速 對 這就是整個要的最堅強團隊 是 有外資出身的 有 研究員出身的 對 訓商研究員出身的 有會計師出身的 台大出身 政大出身 這個你都可以作證啊 是啊有啊 是不是 有年薪千萬的 我都認識 對 你一般的外資就算 分析是一定也不會給那麼高 所以我的股 我的平衡團隊絕對最優秀 是 所以我 絕對是怎麼樣 可以選到最標的標 我不敢說每天 我也不去造假 我不去造假 如果你要看每一天去展平板的老師 你不適合我 摸我頭褲也不適合你 你聽懂嗎 如果你想要誠懇 改變頭褲界的 那我們摸我頭褲 我或者其他老師是你最好選擇 你不一定要參加我行列 你不一定要參加我行列 我沒有到很缺會 你聽懂嗎 如果我很缺會 我第一件事我都開玩笑 我先把 福利社給停掉 因為花太多時間了 因為花太多時間 是我自己的節目 它花到 五到十倍不誇張 我們假日都在開會 是啊 都在開會討論了 開完會有可能開完會有 禮拜一 展示不如預期 又要改題目 不如我們的一個節奏 這個族群比較強 全部重開 可是這個會就在一直開 所以我們點閱率創新高 我們現在點閱率比很多財經節目 大型的 你在媒體上看到的節目點閱率還高 是喔 我們昨天是破紀錄喔 對喔 昨天破紀錄喔 上禮拜也破紀錄喔 不知道你們是為了閱歷 為理財力來 為了發財力 好不好 發財力 到時候我可能月底我自己也會送啊 好 我考慮福利社是比較好一點 是要簽名的 不是 華爾街嘛 福利社沒有簽名 是華爾街 我比較愛你們 簽名 可是不能簽太多份 讓會員朋友們你也不要生氣 因為之前會員朋友 我說我那時候是生日才有的 是 才有簽名的 這一次是用抽的 不一樣喔 你那時候是那一次參加專案你都有 這一次是用抽的 所以不一定可以抽得到 可是我也會準備 我可能會準備來個100本 機率也不小 100本啊 那你們右手 右手又要那個了 現在好多了 現在好多了 還是要帶一下 因為你都很關心我 我就是以前睡覺的時候 都什麼 對 都拿手機 拿著手機嘛 媽媽手 不小心睡著了這樣 是啊 媽媽手 然後做福利行政 做新型的福利行政 這樣做很難 這樣子喔 對 這樣喔 唸這一塊機 你自己感覺一下 太強了 怎麼樣吧 強健體魄 我看到我抬頭請求你會覺得很爽 有沒有 有啊 其實我在 我在做個 我是不想到你覺得我太壯 不然我知道 稀奇一點 算了 就有像超人那樣 這個效果 可以啊 其實他們超人那麼 我也認識一些明星啊 他們做一些 滷肉的動作做 就稍微做個福利行政就差很多了 你自己看 我現在也沒特別用力啊 就可以了 有啊 這就知道 可是真的練這些身材都是為了你們 因為強健體魄 才能抵抗這些 好啦 那你看喔 信手年來你就知道歷史故事 15000口在10月31號 試買點 那我請問你16275點 16275口是不是這買點 對 那為什麼我本身講的那些東西 因為上次在10月31號的時候對不對 對 隔天 我買了 00687B 對 所以我記得頭腦很清楚 你聽懂嗎 你要真的是實戰派出場 我是解釋一次次 我秀個對戰單 跟我們別人完全不同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我帳號 絕對不會造假 第二個我不是賺完錢我才秀 賺完錢才秀太容易造假了 因為你不知道其他有沒有虧錢 對 我沒有要去攻擊任何人 我要強調是 我好希望每個人都像我這樣做 你能秀對戰單 我覺得很棒 你能公開你的對戰單 甚至公開帳號 更好 你能在第一時間秀更好 不然 只秀賺錢的 或者偶爾秀虧錢的 那都是 表演的方式 那不是我要改變的一個 財經界的一個肉系 那不是我要想改變的 情況 我想要是 真的很清楚 你聽懂嗎 所以我不去施惡化 我不去馬上泡 因為我知道他們葫蘆女儀都賣什麼藥 又有人秀績效 然後 秀結果秀 你摸不到出不到等級的會員 你聽懂嗎 我都今天要秀了嗎 來 你來看一下 美綠有沒有除掉 我昨天講錯 不是晶圓店 是美綠 是美綠嗎 美綠說不管他 吳大郎 不好意思 你們 你們不要緊張 2439美綠 來 出掉了怎麼樣 今天下跌嗎 今天下跌有沒有看到 做個頭 做個這個頭最明顯是誰 威勝 今天又跌 頭又大 頭又大 為什麼 因為我最了解 阿姨我不想努力的 阿姨 月底會送錢給你 可是絕對不會送太多 好不好 差不多了 而且我說這次營收創新高 是跳空展進版 我在這邊買有沒有 又加碼 有啊 這一次營收創新高怎麼樣 就沒有了 開高走低 這些都預告前面 所以威勝我 才是達人的 對 威勝展的時候你看到很多人在講 威勝跌的時候前陣子很多人沒講 現在可能反彼大家都出清了 可是只有我 什麼時候出清 你看清楚今天威勝 也是一樣 我在111元出清 是7月份的時候 獲利多少% 超過35% 好 然後呢 後來108買進 對不對 對 然後掛掉多少 170元 獲利多少 超過56% 哇塞 等於威勝我今年等於做兩波 就跟資源愛撲一樣 我做好多波一樣 關於威勝你只要做兩個波段 你今年就可以獲利100% 100萬變200萬 200萬變300萬 可是這是要等待的 我知道現在包含會員朋友 包含觀眾朋友 你有點不累 可是要等待 去年也被很多人罵 可是等待是對的 你們不要緊張 要等待 可是有信心有時候 幸福會來得又急又快 就像美國公債ETF 我知道我會賺錢 我說我最差我就等做好一到兩年準備 對 我說最差 對 可是你看幸福來得又急又快 我現在里程輩已經達成2%了 對啊 而且短短一個月吧 一個多月而已 對一個多月吧 一個多月 因為10月1號在買嘛 是啊 10月1號在買最後 等於一個多月而已 對 那時候還在虧錢 還在買 11月1號買最後 就是旗子空單 今年增加最多的時候 到15000口的時候 結果反而創造1700的買電 對啊 所以大盤在事我都掌握到 你要找食杖賣出身 實際上他出身不是嘴巴說 也不只是秀最爛單 而是要事前秀 我還要強調 事前秀 你去問所有人他都不會事前秀 奇怪能賺錢為什麼不敢事前秀 我不懂邏輯 對啊 我想說有沒有錯 沒有錯 我根本不怕你吃我都 你聽到你阿姨賺錢 我告訴你 你比我自己賺錢還開心 是啊 我那時候漏播重播告訴你啦 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有沒有賺錢 我要自己賺錢 我買美債政客就好啦 我融資去買美債政客就好啦 是啊 那為什麼叫你不要買 因為如果我也照著買的話 你就會跟著做啊 我害到你啊 這不是我要做 我已經財富自由 我告訴你啊 我要不是一心只想把事情做好 真的沒有必要每天犧牲我的假日 然後研究股票 然後把自己身體強迫好 強迫自己睡眠 強迫自己重訓 然後強迫自己一定要開會 我每天再怎麼類的開會 請問你一件事 你看我郭忠祐什麼時候有休息過 什麼時候不錄100支影片 沒有 你們認識我的還知道我在醫院 還拍耶 對啊 還拍 醫院拍過影片 三年前的時候膝蓋不受傷 對 我膝蓋受傷 照樣拍影片 就那一陣子真的休息 就那一陣子真的休息 從此都沒有休息 膝蓋受傷 我還怕你們不相信 我才拍醫院的 照片我躺在醫院床上 還是醫院的床可以借我拍 還是醫院床可以隨便讓我住 那不行啊 好了這衛聖 衛聖是不是賣了又很漂亮 所以你要找一個有影響力的分析師 衛聖那時候漲停的時候大家都有 跌停的時候大家都沒有 漲上去的時候又有了 到170又有了 這疊下去可能很多人反覆又出掉了 因為我不是魔術師 現在變這個梗很多人都會用 對 像網友在酸別人的時候說 這個人變魔術師了 都很喜歡用我的梗你知道嗎 所以只能穿上一些梗 只能穿上一些話題 什麼台股得了不會疊病 對啊 很多人在模仿我 什麼麻雀變鳳凰骨 不要模仿我 其實你不需要模仿我 你其實來魔術師就好了 是 就講很多事情 就是反正選最好的頭顧 對啊 我也不太懂 為什麼魔術會變差 做第一個月的時候 魔術就打破頭顧的紀錄了 其實我就說了 我比任何人都認真 魔術每個人都比任何人認真 這個是真的 這是真的 是每個人比任何人認真 你覺得我都願意捐個幾百萬 都願意給年輕一千萬 有我給不起的人嗎 他們去想看看 我根本沒計較這些錢 是啊 你們去問一下 去問一下哲哲的風評 不要去問說 哲哲 因為很多人會 我說業績 這個魔術怎麼樣 哲哲怎麼樣 再問一件事情 我們該給的錢有沒有不給過 都有哪 只會多給 不會少給 是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把事情做好 所以一樣 把事情做好 團隊做好 才能把股票做起來 不是用嘴巴說的 哇好高價錢那些 所以威射我昨天要說告訴你 是啊 我昨天不小心美麗講錯了 講成金圓店好多人緊張 不要緊張 不好意思 好不好 來 那萬潤 6187萬潤 6187萬潤 股價拉尾盤 利市收漲1% 手上持股獲利續報 好 來 有請助理 是早點發訊息 來照一點的時候 彎段拉起來 怎麼看 我告訴你 來 233年台積電今天是漲來跌 看起來是跌的 看起來是跌 可是線型看起來是往右上甲 是往右下甲 往右上去 看起來就是要創新高 奇怪 而且今天一度大跌100點左右的時候 台積電是漲來跌 你猜一下 那時候是漲的 對 對啊 那時候是漲的 所以台積電在護盤 所以你去講一件事 哇 外資間是買超 對 可他拉台積電 他不希望台股關股是跌太兇 嗯 你有沒有想過他可能是用騎過空單 向裝5件意在配供 什麼意思 我騎過去做空 對 做完空後我做完騎止空單結算我獲利了 我告訴你我就是你 爛邊過爛邊過這邊兩天你 你忍一下 這兩天我逢低再加碼多彈以後 再順勢拉上去 配合年底的結算行情 最後一周 照說請助理 最後一周的行情本來就特別大 嗯 那時候是我第一個做研究的 現在很多人都有跟我一樣的想法很好 甚至於 1月有台積電行情 1月有台積電行情 來我跟大家講 1月有台積電行情 你看我助理做事情很快 跟他做台積電 1月有沒有看到 2021年1月長多少 58% 有那麼多 他應該從10月份才算是不是帥哥 解釋清楚一下應該是從10月份 好 那1月份長到最高你知道嗎 那這2021年2022年有漲45% 對 這開始從10月開始算 要寫清楚吧 沒有 然後這個是從周線看的好不好 那這2021年1月有沒有看到 有 你看這邊是對過去上去 對上去 對 所以這個58%是從這邊開始 10月開始算 你看對過去啊這邊有劍頭 也是一漲啊 也是漲啊 12月開展啊 12月底開展啊 有沒有 這邊1月對過去 這邊有一條線 正中間這邊 有沒有也是漲啊 哇漲好幾周 這邊對過去有沒有 有 再漲個3周 對啊 漲到多少 漲到650以上 兩次650 都什麼啊 都是在 1月份的時候 哇 點到幾次 嗯 我要賺這種錢 你說賺藏龍這種錢 這個消息財 敢衝財 敢拼財 技術線型噴第一根你就噴贏了 噴錯了 哇 就要來找投資長 音樂達 現在要不要跟你講 沒有了 我來跟你講啊 你看我對一次都挖 好 音樂達這邊 你反而拉回這邊平板 你反而可以找一個買點 我認為甚至不會回答 再一根疊 反而可以找一個買點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底部 打很久不會死掉 最低就40塊 最差 疊到44塊你就可以買 因為最差你就 我叫你這個 獲利的 損益比 對 風險跟報酬的一個比較 最差40塊 對 破底就一定要走 好我只有一根跌停板的損失 我可能可以創造 10根斬停板要不要 喔要啊 所以就技術線型這邊操作的 我這叫實戰派的 不會有人跟你講這些 很多人講說我這樣技術線型我在做多 這廢話 你那不是純粹廢話的技術線型 你要是實戰派的分析師 你要是事前就這張單 不怕你上車的分析師 希望你賺錢比我賺錢還開心的分析師 我真的很開心啊 不然我幹嘛拜託你 你是說開會的時候我拜託你幾次 而且不只一次喔 對啊 講好多次喔 我真的你去想一件事啊 如果今天我叫你們買 結果你們虧錢了 你們會不會影響我領導的威嚴 會 你覺得我這個年紀是面子比較重要 錢比較重要 尊嚴比較重要 面子 說實話面子比錢還重要 對 我怎麼可能可以接受 被你們心裡覺得 在那邊臭屁操作很差 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就是不能接受 那時候我才一直挑戰經濟日報 選股紀錄還一直突破啊 我就是不能接受挑戰成功 還有人跟我講說 紫善談兵 我就用金錢來砸死你 那你知道我厲害 而且我還用現金買 不用融資買 因為我那是你正確觀念是誰 對 你聽懂嗎 我還希望你賺到錢 ETF你都可以賣 好不好 鷹夜達這些也是股票 好不好 等行情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看你長榮你追的好 那就再噴出去啊 追不好呢 鷹夜達 兩根就下去了 所以先大戶 中時戶坐駕做很快 好不好 那除了這以外 我跟他也請助理在做 你看我們做很快 你看 我剛才跟他抱怨這些東西 有沒有 長榮有沒有 沒有持股 你看都直接毀 有沒有看到 外資買超1.6億 有沒有看到 我們團隊幾個 一個人 兩個人 三個人 有沒有看到 有啊 有亮晶晶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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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錯了 恩典 恩典 對 約瑟夫 約瑟夫嗎 約瑟夫 約瑟夫好像 約瑟夫啦 如果翻譯的話 Joseph 喔 來 四爺 才到畢業了 來你看一下 這不是重點的 團隊裡面很多人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講到一個東西了 來 重點來 馬上伸個K線給我 他伸個K線給我 你說什麼 恩 你看喔 恩 期貨的嗎 你看 恩 昨天納斯達克怎樣 這是平盤線 是漲還疊 不漲的 如果你不用平盤線你會覺得 恩 他才止齊現在是寫錯是不是 好像看過 他是從11點到1點的過程中 恩 來 11點 後來尾盤拉起來一點點 11點過程中你會看到 納斯達克怎麼樣 我是漲的喔 都是漲的 這平盤線嘛 對 那這平盤線在哪邊 在17618 17656更高在這邊 畫不下 畫不到 在上面不能畫 全部都怎樣 都在平盤之下 喔 平盤線在這麼高 啊 他這個兩句話 都 K線都在盤下 喔 所以這是長一疊 疊的 對 然後這邊呢 納斯達克呢 都漲的 昨天夜盤已經有大戶告訴你 閃開 我要做空 做完空以後呢 吃你豆腐 我再告訴你 外資再慢慢的買上去 所以你這邊你要試破他 只有我告訴你這些 只有我信手你來告訴你這些棋子 為什麼 這隻有棋貨分析師 排照啊 我只是沒跟你講而已 這不需要跟你講 這我不需要跟你講 我只要告訴你 我的事前就這張單 這就是實戰派 好不好 所以今天有沒有學到東西 有 這個行情雖然無聊 可是一比較知道 這是盤桿 所以 你花很多時間 你不如就是怎麼樣 你就是來參加我行列 你看 今天文章有寫啊 怎麼突然跳出這個 你打開一下 這是我那個 這是我 這是那個演講的 對對對 演講的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跳出來 這個有時候會亂畫照片 這個照片人多嗎 超多啊 這才 八九百一千人而已 我有兩千多人的 可是都坐無虛型 我兩千多人 這個是不是演講照片 人家說 有沒有剪接 不用剪接 這個照腳隨便你 對啊 後面都站滿滿的 走到做的人 你知道為什麼下部班演講嗎 因為 全台灣找不到場地啦 真的啦 有人跟我看一看小巨蛋 我說小巨蛋 一彎的人又太誇張了 開演唱會了 你自己看嗎 可以坐到這邊 嗯 哇 會不誇張 真的耶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點閱率 有比那時候高 喔有 那時候我後來可以坐 兩千多人產地 我這次只好可能要三四千人 哇 點閱率就算新高 所以你告訴我哪一個分析師跟我講說他辦演唱會 不是演唱會 演講 我這錢都只有媽媽手了 你們 那已經三個月參加太多了你知道嗎 我一直錢錢錢錢你知道嗎 牽到手很痛耶 然後我 我助理來跟我講說 頭炸你要不要 蓋個章啊 你要不要用手寫那種蓋章方式 我就叫別人簽名 我說不行我才不做這種事 傳出去能聽嗎 我一定我自己簽名 只是可能簽到手很痛 手很醜 會抖這樣子 偶爾一定自己簽名 你沒想要我 因為那時候參加生日專案嗎 我就是簽名給你的 就這樣你看 這是責本的 不然為什麼跳出這個照片 最近為什麼不辦演講 我再辦下去 我跟你講 我也替別人分析 我再辦下去 大家都替我服務就好了 業務都替我服務 對啊 其實我 其實我上個月業績 我是打破頭顧紀錄 我其實可以更高 我真的還可以多做個 很驚人的數字 不要嚇到你 真的不要嚇到你 可是 我 我再辦個演講會就好了 這是我不想要 操詐大家 然後你知道業務同仁說 不要再有人報名 投資產 真的很誇張你知道嗎 你自己看地上都是人 對啊 就連走道都做滿滿的 我給你10億台幣 好不好 真的 給你10億台幣就沒問題 我說話算話 退出股市 退出股市 退出投股 退出投資界 好不好 OK嗎 這是實在的 所以再跟大家講 好不好 有沒有那時候來的現場的 也可以在那邊留言一下 看一下留言 來場地都是2000以上 然後我再跟大家講 很多人說粉絲最多 有演講比我還多的 來找我 我馬上公開表揚 而且這個演講是我自己辦的 不是說找別的人來合辦的 是只有我而已 如果有演講人數比我還多 我叫你一聲大 投資界 夠厲害了吧 因為哲哲從來不那個 對啊 馬上跟大家講 來喔 有3000人 今天 3000人喔 2989 阿伯出事了啦 慘了慘了慘了 下跌不要緊張 下跌要打折 好不好 下跌要打折 我告訴你 那時候航運股熱的時候 從200元跌下來的時候 猜看直播人數多少 你說過好像 5、6000人嗎 5、6000人沒錯 6000人啦 那叫阿伯出事啦 好不好 好誇張喔 不算賭那麼大 沒有人演講人數比我多啦 有沒有撐到台北第二場過有沒有 人數是不是這麼多 有喔 是不是 光營生是不是 是不是 哇有人到場耶 安全的2989 你看 你們這些人不要太多 發財力 那場有大 有沒有看到 這沒有造假 沒有造假 是不是 沒有造假 剛剛照片我一個個算了 超過2000人 當然有一個一個算 那個應該沒有啦 那個應該沒有 1000多而已啦 1000多啦 1000多啦 對啊 那地上都是人啦 對啊 如果2000多人啦 子余你這個太誇張了啦 好不好 是另外一場在W Hotel的 什麼 子彥廳是不是啊 你有去過就知道了啦 對啊 超大了 那可以塞一個2000人也可以 對啊 謝頭長分析 音樂達 我來不及在現場聽講 所以你看都有 很多人來見證 很多說第一名 Live粉絲很多 多少粉絲多少粉絲 那都假的 點閱率有什麼用 我直接號召出來就知道第一名 我是不辦演講的原因你知道嗎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他們要加班到幾點了你知道嗎 就是 其實我很想去啦 對啊 可是我不能一個人成功 然後大家累死了 大家累死了 我是中座狂啊 我六日也在健身有什麼差 那不如就來跟你們 對不對 好不好要發財力 要記得到時候留言啦 你現在底賽留言沒關係啊 可是到時候最後一週啊 好不好 最後一週的時候 是不是最後一週是不是應該現在就要先訂 你請公公還是在訂一下 好喔 好喔 請公公再訂100份好了 我看起來沒時間 來提醒他一下 好 因為福利社 每個1000折留言 今天很感性 折折不只很感性 也很性感 不要啦開玩笑 今天有 有muscle的 都有一點點啦 好不好 拜託別再問是不是 哲哥哥的股票 股票等出來 真的是等得出來的啦 而且等出來以後就幸福來六級優快 對 對不對 你看我在講美債一貼我們看一下 00687b 昨天有很多網友都說我把國泰 把元大美債換掉換什麼 換國泰美債 你看這是最近成交量8萬5000張啊 對啊 成交量好大 昨天十幾萬嘛 你看7萬8 我郭忠一己之力 逆轉 逆轉 國泰國泰跟元大美債的地位 對 因為我要講正確的事情 昨天很多人把元大美債 因為昨天元大美債出事了 是溢價4% 太貴了 然後很多把它換掉 換成國泰 我說傻瓜才沒元大 我如果5000萬我現損多少 4% 4% 200萬 200萬 我是白癡是不是 200萬來捐錢就好了 是不是 200萬 真的200萬 對啊 很多了 200萬真的那麼多嗎 200萬 對 很誇張喔 很多 是不是 錢多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你看 國泰美債現在8萬5000張 比多少 6、7、9 7萬 7萬8 7萬 頭等在 頭等在就是不是比美債安全的 然後 然後漲上去都可以賺更多 是 可是我不會建議你把現金換成頭等債 因為兩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可是現金比較安全還是美國 還是美國公債比較安全 但是美國公債你現金哪有安全 你放在 放在你船底下都不安全 我告訴你 都不會比美國公債有安全 放在銀行都不安全 銀行你就300萬保證而已 知道嗎 超過了 政府沒給你賠喔 沒有 可是美國公債不一樣喔 美國公債不一樣喔 美國政府不會倒 而且他是放在專戶裡面喔 銀行就算倒了那些錢也不會倒 對啊 這樣懂嗎 這跟大家講 你看喔那時候 原大也是這樣 股市等下來的 現在幾分了帥哥 還有就是 事前秀真的要成年飯 真的事前秀啦 事後秀對戰章沒有意思 真的沒有意思 真的沒有意思 事後對戰章我可以秀我賺1的 你信不信 對 手法很簡單要不要作弊而已 我是跟你說真的啦 是啊 事前秀讓你們一起賺錢啊 哲哲沒在賺好快啊 哲哲研究股票我研究哲哲 而且我股票會賺更多喔 而且你看政二賺更多 我講到這重點喔 來 這邊我是買了 那是買了以後是不是套牢 足足差不多一個月 對 然後這邊 這邊上去後對不對 然後直接噴出去 是國泰美債 反正國泰美債跟原大美債一樣啊 走勢差不多 我這邊是不是這邊買 然後這邊租租套牢 對 然後11月1號買最後一筆 然後噴出去 噴出去等一下變小賺了 變多賺錢了 然後又等等 噴出去 這就是股市嘛 整理 噴出 整理噴出 你也真的一直噴 一直噴 一直噴 不可能啦 這樣反而不健康 不健康啊 這個長榮我很想買 可是我又不想買 他強任他強 好不好 好 OK嗎 投信有跟 那就跟 好不好 那沒有什麼不好 來 這都一樣 所以你要找一個 預告要錢的分析師 所以你看嘛 從台積電的走勢圖告訴你 1月有行情 對 從 每年 每年1月大部分都有行情 從這個台紫棋 昨天夜盤 你看夜盤真的沒在睡覺啊 他都在平盤之下都跌了 對 然後呢 這個納斯達克都在平盤之上 對喔 所以是不是有人故意 作弊 然後騎過空單一看 難怪哲哲 今天的盤中文章怎麼樣 告訴你 怎麼樣 期貨空單創下進一個多月新高 很明顯的 有人故意壓盤 哇塞今天發的文章沒錯吧 對啊 結果盤後數據一看 哲哲 真的空單又增加了 4175口 真的你被猜對了 那時候根本看不出來 期貨空單有沒有增加 我只知道故意壓盤 所以壓完盤以後期貨見轉折 知道嗎 像幾分的 好趕快 還有人來看一下 資源今天怎麼樣 股價漲到2% 再慢慢拉 資源這個拉很重要喔 資源是限證 把限證那一天記起來 對 哪一天 這一天 沒錯吧因為上去以後直接下去嘛對不對 這一天價格我們來看一下喔 不要說我無扯喔 價錢多少 360 收多少382 這邊有沒有 對 再看一次 不見了 收多少右上角寫 右上角嗎 對 382.5 是 382.5對不對 對 畫這條件 今天多少 今天是收多少 373.5元 所以我告訴你喔 他已經逐漸收不私途了喔 而且那一天隔天是不是 怎麼樣 隔天收多少 隔天收368 公佈限證 公佈要 怎麼樣 跟股東收錢 你覺得 他好像不行了 高檔換股票 高檔換現金 股票 高檔現證 好像不太好 對 是不是 結果怎麼樣 結果現在那一天的收盤價368 現在已經比他高了 已經漸回去了 等到真的賺到300 我告訴你說383塊嘛 382.5的時候會來不及喔 所以今天已經告訴你 現證不是問題 我說現證不是大好就怎麼樣 就大壞喔 所以智元這次來真的喔 你看我股票看智元 你不覺得 這個 真的很誇張嗎 智元 線形就很漂亮 對 IP線形也完全沒有破壞掉 沒錯吧 連這邊景線都沒有跌破 對啊 可是呢 我出掉的威勝 做個頭 做個頭 這就天賦 這就努力 這就實力 我連阿姨在想什麼都知道 前一天告訴你他要做價 但是沒錯吧 對啊 買了又隔天跳光展平板 你買都買不到 這大戶的手法我都很了解 為什麼 因為哲哲也算大戶吧 好不好 只是哲哲是比較 希望你賺錢的大戶 對我來說金錢 對我來說只是一個 打遊戲的分數 對啦 我的確 怎麼樣 有時候 如果我的會員收入 我比較高一點 我的股票收入比較高一點 我會開心 我開心是 我比一般人強很多 我開心是你有賺到錢 我有賺到錢 我們一起分數很高 我們一起賺的金額很高 你懂嗎 所以會員朋友們你也不用擔心 非會員朋友們你也不用擔心 好不好 只要是我股票我都會注意一下 1605滑心 注意如果創新高 有寧願去追 3374的金財 跟什麼 跟萬論一樣 我記得一件事 這COAS相關概念股 或者說台積電資本資質概念股 沒有想那麼差 2324人寶 我被接一天漲就沒講了 人寶我就很安全 嗯 因為人寶本益比低 而且人寶 沒有被很多人 怎樣 沒有很多籌碼 很凌亂 不像尾串一樣 2449金圓店 哲哲還沒走 可是金圓店我直接告訴你 金圓店我沒有打算賺5-60% 不要再講了 講上去都沒意思了 對啊 最多賺多少 你自己回去看銅波 我之前最多賺多少 是什麼意思 要再賺 那麼多你要走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沒有打算賺5-60% 跟智圓跟威盛跟艾浦是不一樣的 什麼是煮菜什麼是甜心 什麼是甜心 點心 跟你們打算一樣 點心啊 點心 什麼是點心 也是sweetheart 你們是我的甜心 好不好 sweetheart 你們都是 男的女的都是 好不好 我愛你們 謝謝你們 來 這是我跟大家講的 所以這個空檔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該講都講了 還有什麼 中華有點只沒講 中華 中華看起來比較弱 這會不會 下去 基本面還是完到 阿彌陀佛 好不好 這不要擔心 可是這個股票 你記不記得整個股票就很像智圓嗎 磨啊磨啊磨 結果就 噴出去了 磨啊磨啊磨 每次公司再噴出去了 這我跟大家講 就我剛才講的 剛才很多人作證嘛 演講 就這麼誇張 對啊 你不要想 你那個 那個我們今天那個 開坦的影片的時候對不對 只是部分而已 因為360度就覺得 哇你好誇張喔 你懂嗎 而且剛才已經有作證 很多人都說我們參加嘛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就這樣 發財力不要寫在 聊天資料 你就寫在留言區啊 你現在可以寫沒關係啦 反正我基本上 我是到時候最後五天抽 你現在也可以寫沒關係 你寫我考慮有沒有可能 讓你多這樣機會 我不知道 三千多人 我是坐在階梯上穿藍色衣服的 真的有 來看一下 藍色衣服的 接地上 這個嗎 是那個嗎 是你嗎 我這麼好遠利嗎 你想紅我就讓你紅 是還蠻藍的 說不定是他喔 那是你嗎 戴口罩你不要擔心 你不覺得我好遠利嗎 還有這一位 這一位也是藍色的 這一位看起來比較高調是不是 應該 是藍衣服不是藍外套 就你啦 好啦 站電視了喔 讚喔 你看不覺得我們跟大家互動很開心嗎 就這樣啦好不好 生活都很多人追嗎 昨天還有 昨天還有那個一個 花蓮來的 來找我 不誇張 然後等我等到那個 等到錄完所有忙完嗎 晚上9點多 真的啊 因為他一直堅持見我 不好意思喔 除非你是會員朋友們 會員朋友們要看我的情況 然後他說 哲哲你好厲害 連郭台銘都預測正確要退學了 很喜歡我送禮物給我 然後發現說我跟他講話啦 他發現說不是我跟他講話 那是詐騙集團的 假罵我人頭 天啊好不好 天啊 幸好有來找你 好不好 好來 三千百人喔 時間差不多要請字幕組喝飲料 你怎麼知道現在幾分了 48分要請喝飲料啦 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邊打廣告啊 還要把人家打廣告封鎖 不行不行 是不是藍色的那個人不講話是不是你啊 不理我 C不理我 應該就是啦 應該是囉 你知道嗎 不承認啊 不好意思 不承認就是那個啊 等你三秒鐘看你承不承認 下次你認出來我不要說你膽標股 就承認是不是 這麼好 現在這演講都用你標股 3000人我要發財力了 好啦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最認真的分析師 最紅的分析師 這還是幾年前 我現在人數多兩倍了 我現在點閱就多兩倍了 你看直播人數都動不動 你看3112 阿北出事啦 間諜 不要緊張 好不好 可是如果連續一陣子都3000多人不好 不好 好不好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不要最紅的分析師 當然要啊 你看我賣的股票多漂亮 是不是 不是 資源 資源沒賣喔 不要講錯話 我還沒講喔 威盛賣多漂亮 賣的賺60%了 美麗賣的多漂亮賣的以後都跌 所以你想想看整個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錢 歡迎來賺錢 切一切我預告在前面喔 你不要到時候後悔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今天投資長很精彩喔 把外資故意壓盤的手法都破解得清清楚楚 他已經準備好很多低基期的股票了 就等你來了 電話請播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再會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大變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 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